大家好 那么有个学生呢 他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在歌唱的时候呢 很容易他的口腔 哈欠的感觉 容易立不住 唱着唱着呢 口腔的感觉就丢失了 那怎么保持呢 在这里我教大家一个方法 那么首先 你要知道 你的哈欠的感觉和口腔 没有保持住 是因为你的口腔内部坍塌了 位置掉下来了 没有打开 没有吸开 所以说我们先从外部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笑肌 要先提起来 外部的笑肌提起来 里面的硬额软额 在立住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我们要感受到我们的口腔 是有一口气含着的 所以说就是先笑 笑肌提 含着一口气 好了 这样的感觉呢 我们怎么保持呢 我们要去练 我们的笑肌 不能掉 所以说我们要感觉到 我们的笑肌 永远是提着的 永远在笑肌 抬着的感觉下去 歌唱 笑肌抬着的情况下 口腔里含着一口气 所以说我们笑肌 这块肌肉 是要练的 一直感觉到我们这里 拎着 随着叫不齐 我翻飞 跳一曲春天的芭蕾 你如果笑肌 是抬着的 那么呢 你的口腔里面 就不会坍塌 就不会位置掉下来 所以说我们去练 笑肌 一直抬 你们可以去试一下 谢谢大家